你 来啦 怎么不自己开门啊 来啦 柯姨 我之前是不是见过你 没见过啊 那你怎么知道我叫故意 习宋说的 他说你每天晚上 差不多六点左右就回去了 但是现在都十点多了 我就是为了抓你 说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儿 和习宋什么关系 习宋没告诉您吗 您别生气 我跟习宋就是正常的男女关系 没什么的 你等等 你给我解释清楚 什么叫正常的男女关系 他没跟您说吗 我毕竟是女孩子 有些事他 你还知道自己是女的 看你这样子 还不到二十岁吧 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更应该自尊自爱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 就跟男的住在一起 简直不像话 我没住在一起 就是 其实吧 我是习宋的远方亲戚 我来这儿度假的 阿姨特意打电话来 说让我住在这儿 她说 担心习宋万一晚上一个人的话 哪个阿姨 就 就是习宋的妈妈呀 习宋的妈妈 在她五岁的时候 就已经去世了 我不管你是谁 和小宋什么关系 像你这种满口胡话 道德败坏的女孩子 绝不允许出现在这个家里 一共马上收拾东西走人 以后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小宋 你回来的这儿好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 赶紧回屋睡觉 睡觉 睡什么觉 你们 顾一 她是我的客人 是我特意请过来的 还愣着她妈 上楼啊 今天太晚了 顾姨要不就别回去了 要不您去客房睡吧 小宋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就不能跟我解释一下吗 解释了您也不会信的 你好歹 告诉我她是谁啊 小宋 你不会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吧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 就把女孩子往家里带 还留她过夜 而且 还不止一天两天了吧 小宋啊小宋 小宋 故意到死都想象不到 这种事 居然发生在你身上 你这是招了什么道啊 怎么可能 她是我新交的女朋友 我们已经在一起 半个多月了 这事要我爸也知道 你可以打电话问她 我们先睡了 晚安 好 看什么 总裁的贴身秘密 你要看吗 故意一向心志口快 尤其是我的个人问题 再见到你以后 一直时空也很正常 如果说了什么不高兴的话 你别放心上了 你们 没有因为我吵架吧 吵了 还差点打起来 骗人 她就住在罗夏客房 说要住到你走为止 那你怎么不跟她解释清楚啊 你把事情告诉她呀 我说了 她不信 也是 换生生都不信 没关系 反正过了今晚 我就不会再来了 以后也再也见不到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睡了 晚安 睡了吗 睡了 觉不觉得房间里有点 门 我睡了 不觉得 想出一套套戏 要多一起 不要 快点 故意 你干吗呀 快走 骗子 骗子 也不说点什么 不会真的就是 偷偷气吧 你今天这么晚回来啊 排练 过两天有演出 你在哪儿排练啊 我能去看吗 不能 反正我本来也不是这么想去 那就好好写你小说吧 我除了会写小说 还会写词呢 正好你扶取 我写词 咱俩还住在隔壁 开个会多方便啊 是方便和我见面的 对啊 我怕过了今天 我们就再也没有交集了 对 就是想天天看到你 你 我看你 起风了 回家吧 及风 哥 你要是以后睡不着的话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呀 反正我有空 我都可以去陪你的 不用了 说好几天就是几天 我不是一样无心的人 但是欠债还钱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我多陪你几天也是应该的 快点走吧 明天又解放了 有种考虑考虑吗 我真的不是那种 爱欠别人 不能考虑考虑吧 不能考虑考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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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